各位網友,這條片是一個長篇系列, 它是來自大陸一篇二萬多字的論文, 這個論文是相當準確的,嚴謹的,當然在大陸做也是有它的缺點, 我會加以評論,是講大陸的地方債的問題, 全段應該是變了三篇的,我這個是第一篇, 好,喜歡吃榴槤的人就發達了,我告訴你,這個就是, 我們這個月特別優待的榴槤, 套餐,第一,貓山和260元一盒, 現在你搭任何一盒,觸腳D24,這些168元, 紅蝦D88,一盒這個,加四款,任何一盒, 就是拿兩盒酒,拿兩盒酒的套餐, 234元,是不是很划算, 好了,還喜歡吃榴槤的, 細尼郎,拿一個貓山王, 再四款,每款一盒, 五盒,一盒貓山王已經去到260元, 剩下320元,四盒, 580元, 回去喜歡吃榴槤,試一下這種味道, 試一下這種味道,比較一下,是不是很過癮呢, 我先講了一個綱領,研究中國地方債務幾個關鍵問題, 究竟地方債有多大, 這個地方債和房地產是勾連在一起的問題, 這兩個是大陸最先要對付的問題, 這個系列的三條片是讓大家詳細了解地方債的, 它的結構是怎樣的, 它可不可以持續, 它的債務高企的本質原因, 它對地方經濟發展有什麼影響, 問這些問題, 要加以解答, 好了, 它說其實他們做了很多研究之後, 發現地方政府, 註冊一間沒有公司, 譬如一間地方投資平台, 自己掃6-7元出來,譬如100元, 自己掃60-70元出來, 那就借了, 借30-40元, 這間公司又成立一間子公司, 這裡拿60元出來, 變成100元, 100元, 這裡的錢下來變成60%, 又借多40%回來, 這裡就變了多少錢, 60元回來, 變成100元, 這100元又變成60元, 變成60元, 於是這裡就變成160元, 總共有160元, 160元是第三間公司, 六七成, 160元, 又借多80元回來, 於是可以用的錢就變成240元, 這樣構成一個金字塔, 越借越多錢, 明白了嗎, 2020年, 地方債務總額說出來接近90萬億, 這個是2020年, 2023年, 計算到來是106萬億, 多了16萬億, 是當時GDP的88%, 是GDP的92%左右, 這個規模比所有大部分研究者的估計更加高, 國際貨幣基金會估計地方債務60萬億, 這個是錯的, 地方債務confirm的, 真是打正地方債的, 其實是由省政府出的, 是40萬億, 盛頭債大概是65萬億, 我們算出比他們高的原因, 就是因為這種這樣的夾搭, 我們地方平台, 所有國有投資平台的債務, 都拉下來, 不管你是哪一層, 都算下來, 結果你發現是怎樣呢, 地方債務的快速累增, 和地方政府實體經濟, 槓崗率快速上升, 主要原因就是基建, 我已經和你說過, 現在拘捕那些人亂搞基建, 因為搞基建是最快的, 你搞工業, 什麼時候生產了多少呢, 投資10元, 你搞基建, 你投資10元下去, 它就產生10元的GDP, 快速的GDP增長, 就會令它升到官, 這個是, 地方債務, 65.76%是用在基建上的, 科教民這樣的其他債務, 土地收回來儲備, 收土地的錢, 保障房的防債, 大家看一下, 這個是和GDP的比例, 其實差不多幾遠, 但是你看見絕大部分, 就是做基建, 基建包括了什麼呢, 譬如你收了地回來, 這個是收地給人的錢, 你要做三通一平, 五通一平, 其實是花很多錢的, 地方國有企業, 專為地方政府借錢, 其實地方政府是不准借錢的, 於是他就用那些地方擁有的國有企業借錢, 截到2020年, 地方國企舉債, 基本基建債務, 50.44萬億, 現在是65萬億, 保證性住房的債務, 5萬億, 加上55萬億, 這個現在變成65萬億, 三年後, 佔了GDP的比例是六成左右, 60幾個巴仙, 地方國企為地方政府借的債務, 本質都是政府債務, 除非是讓他破產, 讓他不還, 但如果不還, 那些銀行就倒閉了, 所以沒有意思的, 我國政府部門, 已經超過非金融企業, 非金融企業是包括了兩種公司, 包括了央企, 做生意的央企, 即是三桶油, 不算銀行, 三桶油, 通訊, 手機等, 以及民企, 如果只是計算地方政府純債務, 他就25點幾個巴仙, 人民就62點幾個巴仙, 中央政府26點幾個巴仙, 非金融企業是最多錢的, 140幾個巴仙, 這個跟GDP比較, 跟GDP的比較, 所以是這麼高, 但是如果你把那些地方國企借的錢放下去, 地方政府的債務是佔了大半, 這個是擴大了, 因為有一部分, 這些就去這裡, 還有, 這堆其實六成是國企借的, 其實也是政府債務, 政府的債務加起來是多少呢, 106萬億, 105萬億, 加起來中央政府債務30萬億, 135萬億, 這裡企業融資180萬億, 至少有100萬億是央企借的, 235萬億, 是約180%的GDP, 是世界上第二高, 僅次於日本, 政府的負債, 到2020年, 基建整體是64萬億, 地方國有企業舉債, 用在基建的50萬億, 代表地方國企, 是地方政府舉債的最主要主體, 這裡是50萬億, 放下去基建那裏, 然後地方政府又有舉債, 那裏是30萬億, 總共80萬億放在基建那裏, 80萬億是GDP的幾個巴仙呢, 70個巴仙, 這70個巴仙是分十幾年做的, 其實是, 每年是4至5個巴仙, 你不可以說他完全不舉債, 他可以舉一點點債, 還是健康的, 但是無論如何, 是有兩三個巴仙的GDP growth, 是因為over leverage, 過度舉債造成, 是花了錢下去一些, 沒有辦法還息和還本的生意上, 這些債始終要還的, 保障性住房, 當然5萬億都不少, 如果中央政府不幫忙, 地方債是不能持續的, 他是這樣計算, 我們將地方政府必要支出, 出糧等等, 維持巴士等等, 地方政府仍如拔除了必要的財政支出, 包括有編制的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, 地方政府剩下多少錢, 用來還債呢, 他建了這麼多基建, 2020地方政府仍如, 如果不計還息還本, 純粹不做新的基建, 只是出糧, 顧著那些基本的開支, 以及地方國企賺到多少錢呢, 地方國企借了這麼多錢, 加上地方債的2%, 是不足以還債, 債務利息的更加無力還本, 於是, 假如你是借3.5%, 你就會每年欠多了1.5%的債, 因為你息都給不到, 不要說萬本, 地方政府的常債能力, 這個, 這兩條線, 大家看見, 整體的常債能力, 地方政府可以動用的財力, 就是財政盈餘, 和地方國企的利潤, 這兩件事佔整體債務的2.18%, 一般發財, 發債利息起碼4%, 5%或者更加高, 現在地方可以還的錢只有2%, 那怎樣可以繼續呢, 如果每年負多3%的話, 利息不停滾動, 這段片就證明了, 原來地方除了自己的債務之外, 就用那些地方的融債平台, 和地方控制的國有企業, 來借債, 而借下來這麼多年, 由2008年到現在, 累積了這些債務, 是90萬億, 用在基建上, 而他那個基建, 要回來的錢, 就是可以收回來的錢, 和地方政府正確的收入的盈餘, 每年只可以還2%, 這個數字是注定爆煲的, 我講到這裡, 各位網友好高興, 我又有一本書出版, 這個就是很多網友鼓勵我講回憶錄, 這個是回憶錄的第一部分, 出完之後我就開始講第二部分, 這次就將他誠書, 這個誠書, 石火光宗的74年, 所謂, 倭偶國上爭何時, 石火光宗記此生, 即使世界首富, 也敵不過宇宙的變化, 時間的推移, 希望我們能夠放下過去的因緣計較, 好好珍惜與享受, 每個能相見的日子, 就是74年, 轉信即過, 這本書就是這樣, 原價就是新台幣, 480元, 就是8折, 即是384元, 我是講新台幣, 如果你說一下港幣, 大約除四, 大約除四, 我們是記出的, 首先第一, 大家要放心, 這本書是沒有政治上犯記的東西, 所以不是違禁書, 大家可以放心買的, 我們直接由台灣寄去這些地方, 寄回去台灣, 484元, 例如你在台中,台南,台北, 你不想來拿, 我寄給你, 港澳新台幣564元, 東南亞新台幣984元, 日本新台幣1684元, 英國1884元, 澳洲1984元, 美加1984元, 歐洲2084元, 當然, 現在可以預訂, 這個是第一版, 可能是最後一版, 除非將來我講完整個回憶錄, 可能出立定版, 有我簽名的, 我們在農曆新年前印好了, 那就是有限度的, 就是根據預訂數目來印, 一向我都覺得, 那個我是不好意思的, 寄去英國1884, 1884圍到470元, 太貴了, 去美加1984, 歐洲2084, 這個是很快, 但是有些人又想拿到這本書, 又不想給這麼多運費, 那怎麼辦呢, 今次我弄了一個平油價錢, 平油價錢, 寄去美加752元, 但是當然, 它是會遲45日的, 你要等的, 英國752元, 台幣而已, 就是不用200元, 大概時間40日, 從寄出日開始計算, 但是沒有追蹤功能的, 有可能會寄失, 但是你寄失不要緊, 寄失我就負責賠回一本寄給你的, 只不過是時間遲些, 這個包了, 我是保證你一定收到那本書, 大家上去網上搜尋蕭貓貓辦本, 就可以預訂了, 上次大中華膠, 有些人在香港不敢訂, 這本大家可以放心, 講這些回憶錄, 最重要是坦誠, 我是真的非常坦信, 赤裸裸地把我內心告訴大家,